你知道大连今年有多少人失业了吗 我发现现在大连的就业环境真的是太差了 失业的人是越来越多 市场不好 没有业绩 只能被裁员 大家都开始争着抢着 去考编 考工考研 但是有的人都已经闲了两三年了 还是在一直备考中 可见这条路啊 也是真的很难走 有的在找工作的朋友 已经计划去当骑手送外卖了 但是大家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难道大学毕业以后 就直接去送个外卖 你真的甘心吗 所以说啊 现在有一份工作 每个月能按时发工资 还能双休的工作 真的是要好好珍惜了 在找工作的朋友们 也不要太挑三拣四了 差不多就得了 虎口要紧 龙之梦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我梦游了吗 我还以稀记得 中山公园那家龙之梦 去年卖了63亿啊 这家龙之梦怎么都是空铺呢 好久没来龙之梦了 明天放假 今晚约了朋友来吃饭 这一路走上四楼的餐厅 还真的惊到我了 黄金铺位很多都空着 更何况一些隐蔽的位置了 话说凯德龙之梦的招商能力 那不是一般的强 全国至少有50多家店了吧 我知道的上海就有三家 虎口龙之梦 去年销售19.2个亿 也算不错了吧 为啥新装这家这么糟糕 不是越是郊区 生意会越好吗 现在很多长期合作的品牌 都是签捆网协议的 如今看来捆网协议无效了呀 究竟是新装商圈不行了 还是龙之梦不行了 从最初的降薪开始 裁员终于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上海的这个课流量 我觉得今年比上一年还要挤 上次因为人挤人 空气不流通 还差点给晕倒 明天就要放假休息了 没想到在放假的前一天 收到了裁员的通知 之前我说想回老家 很多人都觉得是文案 其实不是的 现在的通勤让我感到疲惫 没有买房也让我有一种 一直在漂泊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一个 很有野心的人 也没有想过有多大的出息 还是蛮向往安逸的生活 但是每当我这些负面情绪 在作祟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 有些人比我还要辛苦 还有很多优秀的人还很努力 人是说大约到五一过后 就会给出一个结果 不少同事已经开始准备简历 想想重新找工作 面试就感觉有点头疼 我想如果被裁员了 可以尝试回老家带孩子 去过一段时间的 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如果是实在习惯不了 在老家的话 到时候再回到上海来 但是不上班不赚钱 我又会感到非常的焦虑 唯一比较感到幸运的是 还有一个副业可以做一做 或许我应该更努力一点 静待结果吧 这里就是团成山大万大光丝店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给你们看清楚 有人没有 基本上没人 可能连鬼都没有 有人没有 只有几个黄色衣服的小哥在 送外卖 店铺 没人吃饭 现在八人就没人了 这里就两个店生意好 一个题材 一个福材 生意好得不了 他们是永赚 不亏 他们因为鬼要扶持他们 他们不会亏钱的 其他店铺 根本上鸭雀无声 寥寥无几 给看看几点了 十八人钟 他们说我骗我 说我造了绅士 说我一直为万达做贡献 一直为万达做宣传 多么希望缓着万达能够放一光大 能够越多越好 可惜啊 看到没有 就是没人 房子一旦卖不动 就开始降首付 我说句真心话 降首付就是连穷人都不放工 背后的逻辑 不就是扩大购买人群 让以前买不起房的人 共同承担风险吗 房子烂尾都可以 但就是不能烂在开发商手里 玩的就是一个收割 一波接一波 寸草不深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想明白 首付降的越多 那越供就还的越多 所以只降首付 不降房价 那只是换汤不换药的老把戏 还会让大家背负更多的利息 现在有些开发商 首付三成不行 就降到两成 两成不行 再降到一成 甚至连什么零元购 到拿钱的套路都出来 反正就是想方设法的 让你上车 根本不管你的收入 够不够偿还贷款 以前呢 要是你的流水不够 银行就会拒绝给你贷款 现在是银行千方百计的 想让你多贷一点 连流水呢 都有人帮你做 很多人想都没有想过 一旦还不上越供 那房子呢 也就会被法院拿来拍卖 到时候不但房子没了 还得背负医生的债 当然我也并不是鼓励大家 不要买房 毕竟我也是个卖房子的 没人找我买房呢 那我就得失业了 但我真心不希望 手里没有多少钱 工作又不稳定的朋友 透支自己呢 来买低首付的房子 因为做法拍这些年 我见过太多太多的家庭 掏空所有买的房子 最后被人五折七折拍走 如果你有房子 千万千万不要断供 如果你想买房子 一定要考虑 简陋空间大的法拍房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能省一点是一点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2024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中国可能面临财政压力空前的时期 中国的经济分析家 拱胜利指出 国内经济正面临多重财政挑战 包括MR货币供应量 接近300万亿元 政府债务水平居高不下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暂停 以及发行期限 长达50年的超长期国债等问题 拱胜利向媒体透露 到了2024年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 几个经济领域的资金短缺问题 尤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随着2022年底 中国放宽疫情管制措施 多方面的经济问题随之爆发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 加上房地产行业债务的叠加 令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中 根据美国投资银行高盛 在2023年4月的评估 中国政府的债务 在2022年已经激增至 156万亿元人民币 这包括了政府直接借款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以及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债务 中国国家金融 已发展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 到2023年 中国的总债务 涵盖家庭 企业和政府债务 占GDP的比例 已经上升到287.8% 比2022年增加了13.5个百分点 创历史新高 拱胜利还提到了 其他几个关键问题 包括资金的黑洞 银行的不稳定 房地产市场的危机 以及金融系统的潜在隐患 这些问题如果不被充分曝光 我们就无法完全看清楚 他强调了中国财政压力的严重性 中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政府暂停了重大项目 2023年底 中国国院发布通知 要求在2024年之前 除了必要的民生工程如供水 供电和供暖项目外 各省不及或市级政府不得新启动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此项决定影响了包括辽宁 吉林 贵州 云南 天津和重庆在内的12个省市 涉及的项目包括高速公路 机场改扩建和城市轨道交通等 这些地区被要求进最大努力 降低债务风险至中低水平 高盛的分析还指出 包括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在内的地方政府债务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4万亿元人民币 拱胜利指出 中国的房地产领域 正面临资金紧张的严峻挑战 以万科为例 作为行业的领头羊 其资金短缺的状况尤为明显 万科的资金缺口很大 目前面临着七八十亿美元的债务 总计约续偿还500亿左右 倘若无法偿还 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是灾难性的打击 楼市的走势可能进一步下滑 3月25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发表言论 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 已开始显现出一些积极的迹象 拱胜利提到 中国国务院的会议提出要重启房地产市场 这或许标志着一个新的趋势 然而 他也质疑到 在当前形势下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能够被救火 如果无法实现 主要是由于资金短缺的问题 房地产企业依靠借债经营 长期的借债 意味着用未来的资金填补今天的缺口 这种恶性循环的底部可能尚未到来 因此 我认为 就目前而言 中国产业的债务问题仍未见转机 中国众多房企的债务总额已远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从2021年1月到2023年8月24日 已有超过30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爆雷 此外 全国上有大约2000万套未完工的住宅 完成这些建设项目 预计需要超过4400亿美元的资金 龚胜利表示 中国的经济布局过于庞大 货币和资金已经被大量投入 许多工程和项目不断吸纳资金 导致当前资金短缺 可能是历史上的高峰期 我估计 中国每年的资金短缺 可能达到总需求的三分之一 但又不敢轻易发行货币 因为当前的情况已经令人担忧 货币发行量 以达历史高点 总的来说 从2024年开始 中国 或将进入一个特别缺钱的时期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